他有跟你講到的壓力一把會嗎 第二季的時候吧 我記得他上車的時候就說 我真的心好累喔 范姜套勞女友早有預謀 抱果果全明星壓力超大 南模范姜彥鋒與全明星紅隊經理果果 交往兩年半日前求婚成功 心情當然是很開心啊 因為這件事情是從頭到尾 就是自己一個人去打理就是 包括佈置場地啊 然後場地要借哪裡啊 然後就是請朋友幫忙做什麼事情等等的 就覺得哇終於完成了一件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大概百分之八十吧 我們在一起的這段過程中 他時不時就會 可能又是半開玩笑的那種方式 他常常會問我說 你什麼時候要娶我 不是逼問的那種 是開玩笑的那種口氣 一開始我也都只是說 白痴喔 就是 就是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就是我從來沒有考慮過 其實我 在遇見他之前 我其實是 覺得我可能 有可能這輩子 都不一定會結婚的人 我其實在去年的時候就 就有認真考 自己默默的認真考慮這件事情 對 一年多了吧 一年多了 對啊兩年半 我那個念頭的時候不是說 當下就要求婚啊 只是想 有那個念頭之後 說要找一個時機點做這件事情 一方面是在一起兩年半了 二方面是 我覺得 今年我30歲 他28歲 那我覺得 是一個蠻好的 就是 蠻好的時機啊 因為 好像逢酒不太好對不對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給他一個承諾 如果你們真的結婚了 跟你的心事 有沒有想過 我們有 討論過 我們不喜歡太制式的 我們比較希望像是那種 可能在 草地上啊 戶外啊 然後比較像是一個派對 不急 會先去登記吧 會 所以登記完之後就會太可能 可以做任務 這個可能就 這就順其自然啦 這個就沒有 沒有那麼需要 去特別 特別的規劃 如果有的話 當然 對 可以啊 對啊當然 因為錯過了第三季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 來全民心 你應該也希望可以進行隊 當然啊 當然 沒想過我會特別照顧你嗎 欸 難說 我覺得他很照顧 很照顧隊員 他真的很照顧隊員 那時候 然後 那個廷雲還沒 還沒進去前 我就跟他說 我跟你講 一定要進紅隊 果果真的超 超照顧他的隊員們 我說 我在開玩笑跟他講說 他照顧隊員們比照顧我還用心 嗯 這一季比較還好 第二季的時候吧 我記得他上車的時候就說 我真的心好累喔 就是 因為他們那時候可能就是 輸比較多場 然後他就說他真的心很累 然後 就是 他也不想這麼走心 可是真的好像就是 真的就是會 就是一直輸下去 他覺得他 好像能做的都做了 為什麼會 總是好像就是 插那林門一腳 然後就 輸了 對 他們自己 他們自己在錄影的時候 當然是有哭啊 但是他 他在我面前就是 人生很空洞 然後 就是感覺靈魂都快要飄走 這樣